是谁把牙刷牙膏放在公司的 不知道会影响公司形象吗 公司不是你们的家 再没有人承认 就全部给我走人 陆总 对不起 是我 陆总 你就原谅小林她这一次吧 她每天都加班 你别给她找借口 规矩不是儿戏 陆总 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只是借宿一晚 以后再也不会了 是啊 小林真的很不容易 她家里还有个冰重的妈妈 需要用钱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 公司不是收容所 收拾好东西去人事办理职 陆总 陆总 小林她 跟我这么久 不知道进来要敲门吗 一点规矩都没有 陆总 小林她确实很努力 而且她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能不能给她一次机会 我知道她很努力 但是我必须开除她 妈 你放心 我就会再给她一张 她是一个小的 她 她很想要 她也想要 她们的不仅仅是否 她可以拿着 她们的不仅仅是否 她们的不仅仅是否 我可以拿着 我可以拿着 她们的不仅仅是否 宿仅是否 改变命运 学历会影响 一个人一辈子 我不想她后悔 陆总 小林 你在公司期间 尽职尽责 我也很想你留下 不过比起上班赚钱 你应该还有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 我相信凭借你的努力 完成学业之后 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陆总 道理我都懂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